来看看海钢硬谷珊瑚生长速度和选择四个月变化 选择优先有生长点的 比如这个断织吧 白色的地方我们通常叫生长点 而旁边这个没有发白的地方就不是生长点了 不过一般商家都不会减那些生长点的来出售 这样会影响它母体的生长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某些品种四个月的对比图 这是刚到的时候的图片 四个月后就基本上大了几倍 硬谷品种里面先对有些品种是 长的速度比较快 这一种就四个全跟四个月后大小变不了多少 硬谷珊瑚是在我们肝里面是会变色的 每个人染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硬谷好玩的地方 所以前后对比图也看到颜色也在变化 我个人就不太建议买那些两三厘米的小段枝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四个月对比图 基本上这些两三厘米的小段枝 四个月它也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为什么说购买段枝 还是选择稍微大多一点分支的较为合适 不过还是根据自己消费能力的 大的价格也会搞小的相对便宜一点 有条件我建议还要选择稍大一点的段枝 释然较为合适 抖音 最 650 中文字面 其他第三个月 那没有帖 三个月 巨大